虽然距离英特尔正式发布12代酷睿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在此之前关于Alder Lake处理器的性能已经得到了悉数曝光 而根据所泄露的数据来看 其不仅力压AMD Z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 而且也是英特尔有史以来性能最给力的一代 同时在价格和外观方面也有了最新的纰漏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想必大家都明白 从最近一两个月的宣传以及曝光就可以看出 英特尔对于12代酷睿确实是比较的用心 毕竟作为旗下首款采用英特尔7制程工艺的处理器 要是翻车那可真是太丢人了 但从此前所预告的架构细节来看 12代酷睿还将会是首款采用Big Light混合架构的桌面端处理器 用X86内核、Golden Coal性能核以及GraceMount能效核 除此之外其还有一些用于IO控制的专属模块 以及机程XE架构的GPU核显 而DDR5内层PSIE 5.0协议也将会首发支持 至于实际的规格方面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首先是旗舰款i9-12900K 其有8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 全核频率为5.0GHz 最高锐频5.3GHz TDP功耗为125W 接着是次旗舰i7-12700K 其有8个性能核加上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2核心20线程 全核频率为4.7GHz 最高锐频5.0GHz TDP功耗仍为125W 然后是主流型号i5-12600K 其有6个性能核加上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0核心16线程 全核频率为4.5GHz 最高锐频4.9GHz TDP功耗同样为125W 从这些参数中不难看出 相比于目前的11代Corea来说 12代Corea的核心线程数 以及主频等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升 但这些都是仅限于理论参数 性能方面当然需要以实际为准 而从前段时间GIGABANCH 无所曝光的跑分数据来看 i9-12900K的单核得分为1893分 多核得分却高达了17299分 相比目前AMD的R9-5950X来说 单核性能已经完全碾压 而多核性能也是强上了3%左右 要知道IU的多核能力可一直都吃亏的 但根据最新的GPU-Z数据来看 i9-12900K的单线程得分为827.7分 多线程得分为11456.5分 整体成绩已经超越了5950X的27%以上 完全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除此之外 根据推定用户review所展示的 Cinebench R23跑分截图来看 运行在5.37Hz的i9-12900K 其多线程能力首次突破了3万大关 来到了30549分 甚至还超过了AMD线程撕裂者 2990WX的3054分 而这也值得i分含yes的 至于次旗舰i7-12700K 在GPU-Z的数据中 其单线程得分也已来到了800分 多线程得分为9423.2分 整体成绩也是比AMD的R9-5900X高出了一截 看来次旗舰就能打赢旗舰的事 这次总算轮到英特尔了 除此之外 根据亚马逊的最新上架信息显示 12代库瑞将会启用全新的包装 启用旗舰级的i9-12900K会采用正方形造型 但包装的侧面会引入独特的金颜片拼合阶梯设计 极具现代化气息 而鱼下的i9-i7和i5 则依旧会采用传统的简洁式外观 但会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别 而在价格方面 亚马逊也做出了预告 其中i9-12900K售价为847欧元 约合软粮币6317元 i7-12700K售价为641欧元 约合软粮币4780元 i5-12600K售价为323欧元 约合软粮币2409元 当然以上的价格都是欧元区 属于定价较高的那一类 所以仅供参考 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目前英特尔的CEO帕特 在接受CRN的采访时表示 他其实不在意AMD不断上升的市场份额 并认为AMD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将会结束 12代之的则是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12代库瑞L的类客 以及新一代志强处理器 Safire Rabbits 至于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10月28日的发布会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影线相关的消息和科普支持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